疑惑 金星能不能孕育生命 看到这个标题以后气坏了 这不明知故问吗 谁这么多管闲事啊 点进去一看 天文学家 对不起 误会了 对不起 误会了 变性人一度是很敏感的话题 在泰国很普遍 但是在中国几乎是一件挑战世俗的事 而金星选择了变性 面对舆论的压力和父母的不理解 金星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这次选择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不管是整容还是变性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满足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 但是这也是在挑战传统 不是主流思想 终将会被抵制的 变性更是禁忌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而变性则是对身体的改变 从男子变为女子 变得不管是身体 甚至是心理 这让父母如何接受 势必不会被理解 金星肯定也是预料到了 他选择说服家人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让父母明白他的选择 如今的金星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不仅自身的舞者身份 他说的绕口令也被大家喜欢 金星在舞蹈和主持两个领域 都展现出了极具个人特色的风采 无论是在舞台上的舞蹈表演 还是在主持节目中的才情展示 他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个三观正 事业有成的人 金星所展现的一生实在令人钦佩 在2015年 东方卫视推出了一档名为 金星秀的专题节目 由著名主持人金星担任主持 在这个节目中 金星保持着他一贯的毒舌风格 金星在娱乐圈和社会交往中都有独特的观点和洞见 他总是能够准确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身为男人的前半生 金星是足够成功的 而且变性手术之后 他的舞蹈风格也大为改变 之前的男性体态赋予他的大多是雄剑之风 而变身成为女性之后 金星更是可以出演一些身段较为柔软的女性形象 金星还做了一件极为大胆的事 他将自己的变性全过程拍摄了下来 最后生成了一部纪录片金星小姐 换作别人 哪敢把这些东西放到网上 而金星却主动提出将自己的改变过程让世人看到 就是这样的金星 才具有争议 你是男孩女孩都不知道你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最基本的 我是让你健康就行 嗯 就可我到家里看到我爸 我我的照片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他特别因为自豪 而他从来没有回避过什么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是你儿子你女儿 他都无所谓的 这都是我孩子 金星就是我的孩子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 著名女演员于飞红向金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 金姐做变性手术前碰过女人吗 金星也大方地回答说 虽然我没有 但我和妻子结婚过 其实于飞红和金星是老相识了 在金星还没有变性之前 于飞红就去看了金星的表演 而且我很喜欢金星的人品 两人的关系很亲密 也是性格开朗 所以说话毫不掩饰 很明确 根据金星的回忆 自己从小就知道自己不一样 才五六岁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女孩 直到16岁的时候 自己才准备成为女性 只是 自己工作很忙 当时的社会也并不是特别开放 还要考虑父母的接受程度等很多因素 让她在28岁之后实现了梦想的变性 金星真的很勇敢 很有勇气 不管世界怎么质疑她 怎么嘲笑她 她总是坚持做自己 不再在意任何人的眼光 而且我们看了这么多年 她的选择是正确的 人生里的 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 是不是统一在一个线上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人 你是不是统一的 我不想分裂 我一定要统一 那我修改一下出场模式吧 出场模式 我爸我妈给我生成一个男孩子 但这个出场模式 我认可 但我不满意 我觉得我调试会更好 那我自己重新调试一下 所以我现在有两个生日 每年的8月13号 是我爹妈给我带来的 Biological生日 每年的4月5号 清明节 是我的第二个生日 最清晰最明了的那一天 我做出了我人生第二个选择